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组织工会是终止殉职的开端 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解方 它是一个开端 我们为了这个开端 已经损失了四十几条人命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民主进步的政党 是能够给我们一个良善的答复 我们的国家元首 也能够给他所谓的防疫英雄 一个拯救自己的权利 消防员的工作 都是在想着怎么拯救别人 那这一次我们希望的是 我们能够有拯救我们自己的权利 其实今天再来到凯道心情蛮复杂的 因为从我们开始上街头 争取权益到现在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从我担任理事长 到现在退下来担任会员代表 有一件事情还真的没有变过的就是 几乎每年都得来这里一次 虽然我们每一次来的理由不尽相同 但大部分都是因为有我们弟兄 又再次殉职 这些年来 这些消防员的殉职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也让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国家非得要等到 一定要有人死掉 他才愿意 像一条被拿着鞭子抽的驴子一样 很步的往前走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每在一个重大的殉职案件之后 就会推出一个政策 我死一个人 那我可能会说 那我明年我就推出一个 我要五年补三千人消防员的计划 再多十几个人 我帮他们补装备 再多十几个人 我让你通过这个六都家籍 我帮你加钱 我发钱给你 我买这个选项银给你 好 还是死人啊 那最后怎么办 希望 真的希望 我每一次来这里都这么说 我真的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来凯道 也希望蔡总统能够 真的听进去 我们今天来这边的呼吁 跟沉聪的诉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